声称自己天生不会装糊涂 却明明也是个装糊涂天才的张慕之 此刻看着县长照片上的老汤 也是真的陷入到了错愕状态 他其实内心也很困惑 老汤不是师爷吗 怎么突然变成了照片上的县长马邦德 这个老骗子一定又骗了我 面对着带着重火力人马 前来强行耍猴的黄四郎 慕之也只能来上一招强词夺理的指汤为马 干拉走A了 同时得罪了眼前两大恩人的汤师爷 经过了一番极度烧脑的心理活动 他不光毫不犹豫的站队慕之 还张口就来的想出了一套 无中生有的完美谎话 说到这儿汤师爷说的可都是真话 他还真就是马邦德 他进城时还真就遇到了马匪 而且还真就幸亏他遇到的事 给了他不杀之恩的张麻子 他才躲过了一劫 一个完美的谎言总会在真相间包裹最终目的的假象 经过汤师爷的这一番救生关系的编排 甚至连刚才张麻子强词夺理的瞎话都变得合理了起来 我说他不是我 他们说这救是你 三救 这话能跟他说吗 闭嘴 张慕之果然鸡贼 张口就是三救 而不是他大救他二救 因为他大救他二救都是他救 而他三救 明摆着可以是其他人 汤师爷一秒入戏 当场提升了自己的辈分 还还原了自己那马邦德的真实身份 他号称走南闯北 在九个地方干过县长 这个数据与他一开始被劫道时 给张麻子说的好像还不太一样 二八应该是十六次 老汤这鱼木混珠以假乱真之章法 还真是让人无从考究 他到底玩过几任县长 对话进行到此处 电影剧情中删掉了一段至关重要的 黄色狼与汤师爷二人智力博弈的对白 在原剧本中其实还有这么一段 黄色狼质问 那日我夜访县衙 问了马县长三个问题 县长吓得要尿裤子 这算哪路张法 老汤硬打 惭愧惭愧 那是我跟外甥的暗号 第一句 我不该把你的钻石送人 我不该拿你的钻石送人 是通知他们准备行动 至于第二句嘛 门外的张慕芝此刻却抢答说 我三舅一说要杀人诛心 我们就把胡万请出来了 杀人诛心是我说 注意这里 张慕芝为什么能如此清楚明白的 知道汤师爷跟黄色狼 在雨夜对谈时说话的细节 他必然是提前安排了老二 在县衙内监视着二人的一举一动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在甜蜜的大惊喜揭露的那一刻 老二并不在 举散持枪的五人中的原因 救生关系的谎言一出 黄色狼假装信以为真的回应 第三句 你三舅一说红文艳 你们就把尸体摆好了 张慕芝打 没错 那么马现长 说 叫我呢 黄老爷继续 完全掌握主导权的黄色狼 继续逼宫式的质问 这两只猴 我刚摸清你们的底细 你们就不打自招 太巧了吧 勉强援上前面那么一串 连环大谎的汤师爷 此刻决定以退为进 寻求一招 何谈之道 他喜笑颜开的捏造外师 有道是 展颜消速院 一笑灭恩仇啊 一笑灭恩仇这句词 来自鲁迅的提三亿塔 原句全文是 杜尽杰伯兄弟在 相逢一笑灭恩仇 意思是 经历了如此的苦难之后 我们间的兄弟情依还在 相逢时刻 相适一笑 不如把过去的恩仇都忘了吧 而老汤前面有道士的那句 展颜消速院 则完全是他现场胡周的 哪有什么有道士 鲁迅说他 完全没说过 汤师爷这外师 听得黄四郎是 当场破音 你想跟我和解 在这里 电影剧情中又被删掉了一大段 有关这场停战谈判的对白 这段对白略显冗长 但也展示了两方势力真正的得失 以及汤师爷是 肯定没叛变 黄四郎问 既然想和解 那前面的账先算清楚 老汤掏出一把枪放在桌上 老汤说 你逼死六子 一条人命 黄四郎掏出三把枪说 胡岸五举人 孙首义 三命第一命 你欠我两条 老汤把其中两把枪拿走后说 胡岸和五举人是假死 老子还赔了个夫人 黄四郎把两把枪放进去 又放进去四把后说 你们杀了胡岸他们六条人命 老汤打 老子杀的是你的狗腿子 什么是狗腿子 今天伺候你 明天就能杀你 你杀的是谁 是我的老婆和儿子 张慕芝背对着他们 蹦跟道 是妇女和儿童 谈话间 用枪指代人命的 黄四郎和老汤互相填平了 对方势力存在的一部分信息差 确实有点和谈的意思 此时 剧本台词到了这儿 黄四郎才说出了 电影当中的那句 不知这一次 可还真没有说错 确实是黄四郎 这个老王八蛋 让他撕票的 因为这话 可是他黄四郎 在葬礼绑架案上 自己说的 这里请各位做下笔记 黄四郎他此处算是亲口承认 自己是个 王八蛋 听到替身死了 黄四郎怒而谈焉 突然拔枪与木枝对峙 所有人剑拔奴张 老三老七 持双枪冲出 舍命威慑 皇家人马 好多人说 老三一开始拿枪指的是张麻子 还是那句话 他要是真想叛变 哪怕是放暗枪 也能把大哥杀了 这里所谓的枪指大哥 更多还是拍摄错位的关系 没那么多阴谋阳谋 而刚刚容生三舅之名的老汤 此刻却异常健悦的 起身变踹 抱踹恩人张木枝 直踢的木枝 变换了站位 仔细看老汤的这神志一角 刚好把木枝 从湖摆的枪口下 踢到了门外的老七身后 你先开枪 我能先打死你 把枪放下 我怎么三下 好一个 你先开枪 我也能先打死你 料定黄四郎 不敢火兵的木枝 这一句无厘头的震慑 逼得黄四郎是进退不得 黄狼虽然暴怒 但真这么火兵死这儿了 损失也太大 把枪放下 一二三 此处有种说法认为 汤师爷很有心机的这一二三 分明是想看着黄张二人 开枪对射 但县崖大堂内外 好几十条枪 如果真要开打 榴弹乱飞 他老汤也难免一死 这种说法是真不扣 在汤师爷的打员场下 黄四郎终于还是先放下了枪 双方终究是再次回到了谈判轨道上 已然准备好在剿匪之路 用地雷杀掉县长的黄四郎 迫不及待的发问 你们何时出城剿匪 目之应对 全没到手 出不了城 出不了城 剿不了匪 老汤则张口就来 黄老爷 您说话不算数 鸿门宴上说的好 你带头出钱 再套出两大家族的钱 可是你不但不出钱 还扮成马匪 跟我们打来打去 不仗 汤师爷从未改变 他从来没想过真要双方大战 他想的永远是道乐 永远是钱上那点事 而黄四郎此刻的发言 则充满了老奸巨华的智慧 他真假参半的 分了三步其说 第一步 黄四郎说真话 剿匪的逻辑 他告诉老汤 你们看到的马匪是我办的 我看到的马匪是你们办的 但他们看到的马匪 却是真的马匪在打来打去 所以出城剿匪能捞钱这事 逻辑上依旧非常通顺 我黄四郎出多少钱 他们一定会出 第二步 黄四郎决定真金白银拿钱出手 进一步麻痹县长团队 让对方相信他黄四郎 真是要按鸿门宴上的鞭牌 合伙捞钱 进门找钱的胡白 半秒之内 便被张麻子搅走了武器 胡白推桌开板 只见县衙大堂之下 竟真是一地白灿灿的银子 看来黄四郎也深谙张麻子那 事出在哪 人就埋在哪的 魔术之道 了解前因后果的人都知道 黄四郎此前以借剿匪之名 杀了五任以上的好县长 这番直接把钱藏县衙的把戏 他此前已经玩了至少五次 他这房子地底下的银子 本来就是放地产 不动产 省得搬来搬去 麻烦 但张麻子却立刻看出 这事背后 有诈 张慕之大喊 三舅有诈 在原剧本中 黄四郎听到有诈这句话后 还慌了神的补了一嘴 说 诈 诈 怎么诈 可惜慕之不是先知 他并没有看出 黄四郎有颗海绵宝宝地雷屋的诈 而只是单纯的认为 黄四郎这次 如此顺畅的 心甘情愿的 立刻出钱让他们去剿匪 这背后必然隐藏着什么 大阴谋 慕之的猜疑链条 显然也被黄四郎提前预测 黄狼张口就是他的第三部迷魂弹 虚实难辨的 长期合作邀请 我要当县长 黄狼说他要当县长 他自称买了六个县的县长 他一个人当不过来 所以他需要马邦德 帮他来当三个县的县长 好啊 这事我拿手 这个邀请 听到门外的张慕之 洋装错愕 连声质问 那我干什么 黄四郎则一脸妙气在胸的开口 你又去当一个假麻子 好啊 在这段博弈中 黄四郎的前两部说的都是真话 但他的这第三部长期合作 可就是个纯粹的陷阱 什么他买了六个县 什么他需要老汤去帮他当县长 什么让张麻子去给他当假麻子 继续在别的县去玩这套假脚匪 真捞钱的勾当 听起来都是如此的合情合理 但却处处暗藏着杀鸡 黄四郎这么说的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他想继续麻痹眼前他要耍的这两只猴 让两只猴以为自己是真心实意的 决定拉他们入伙一起捞钱 而张慕之的这个大校家好啊 还真是发自内心的笑 他一个堂堂正正的真麻子 如今却要本色出演一个假麻子 简直是让我演我自己 让我杀我自己 此时波及上校进行曲欢快的旋律忽然响起 这首曲子1914年由肯奈约翰·阿尔弗德创作而出 他曾是1957年奥斯卡金像奖 贵河大桥中的插曲 在贵河大桥中 一群奉命被迫向日军投降的英军士兵 在踏着整齐的步伐 不屈的走入日本俘虏营的广场时 所有人一起在残酷的逆境中 用口哨吹响了这首 充满活力的乐曲 士兵们一直吹了三分多钟 战争与音乐 鲜血与玫瑰 英军俘虏们向日军展示了宁死不屈的斗志 而《让子弹飞》中 电影则用这段哨声 没有一丝防备的突然江文士转场 张麻子踏着军人齐整的步伐 从电影画面的上方鼻鼎走出 他的身后乃是曾经象征着革命 象征着热血与理想的铁血十八星的旗帜 紧接着从他的脚下踏步而出的是 他的宿敌黄四郎与他的挚爱康石野 以及长山长矛的两大家族长 几人立定踏步 一起齐步上台 脱帽致意 台下是人生顶沸 前来看热闹的 连衣服都没得穿的 厄称臃重 黄四郎从身后抄出一个物理扩音大话筒 开始了他的大声疾呼 宣敌黄帝就是爱新觉罗溥仪 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他一九零八年三岁即帝位 尤其赴爱新觉罗载封摄政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2月12日 光绪帝被迫退位 让子弹飞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 也就是说八年时间内 厄称就换了51任县长 平均每年要换6.375个 每个月要换0.53125个 厄称的县长绝对是 比韩国总统更容易损毁的一号品 也难怪厄称的税都被收到犀利 2010年了 在这样一个公开场合 黄四郎对那51任县长的评价 可谓是极尽义美之词 众所周知 黄四郎乃是一个 他自己亲自承认的王八蛋 而说到王八蛋时 镜头刚好也给到了他自己 说到镜头切到张木枝 镜头到老汤时 他则洗涕 两个称号 怎么说呢 还真是挺贴切的 王四郎显然深谙 如何把骂人的话装成赞美 骂出的有文无德的 马杰之道掌声雷动后 话筒交到了师爷守备 师爷开枪又是引经据脸 一秒回到他刚开始 奔来的样子 注意刘邦的这两句词 原来也并不是直接这么拼在一起的 这两句中间其实还有一句 威家海内戏归故乡 汤时爷爷在这儿又一次 一一贯之的尽显了他那 偷词换句之本色 一个好的演讲 往往要从自己的自身经历出发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去引发听众的共鸣 只是鹅城光榜子的百姓 有没有共鸣我不知道 老汤身旁的恩人张慕之 那一定是对老汤的这番 没有技巧 全是感情的枯燥 是颇有共鸣的 终于拿到了话筒 本次剿匪的主角张慕之 先被黄四郎冲骂是禽兽 又被汤时爷痛斥其罪行 此处又省略掉了 剧本原文中的两句台词 老汤讲话的时候 张慕之的头偏向了另一边 张慕之起身 从怀里掏出了一打演讲稿 慕之终究没用上他那堆精心准备的讲稿 他只是嘟囔着对前面二位的发言做了总结 一个骂了官 一个骂了匪 但他们好像骂了可都是我 谁叫我现在又是官 又是匪 气氛烘托到了这儿 马子还真没啥好说的 唯有一句煞有介事的 出发 蛮载着金银的剿匪团队浩浩荡荡的出发 白马踩出正是那妙小腰风大的鹅城周围 环似一圈的持钱王八多的池水 人马所到之处还沾算得上是大风起戏 陈飞扬 排在队尾的老汤突然从马背上掏出一物 又喊着恩人让慕之去看那宝贝 慕之一看这不就是个伟人状吗 慕之打开那撞定眼一瞧 竟发现在那资委任马帮得为几个大字之后 赫然写着康城县长四个大字 张慕之这才恍然大悟 眼前这老骗子 不光在到底是师爷还是县长的事上 骗过他 甚至连上任的县城都故意指错了方向 康城富足 俄城凶险 一开始掉水里 脸上被按了个酒桶 闹钟卡卡响差点被吓死的汤士尹 故意把眼前的马匪引到凶险俄城的目的 是想让他去跟黄四郎斗 斗不好 他们得两败俱伤 斗得好 那谁赢 他马帮得就跟谁 如今全心全意 投入到马匪团伙的老汤 对张慕之的突然坦白 其实也说明了 老汤此刻真以为 这次的假脚匪之旅 已经稳了 黄四郎会真心实意 心甘情愿的妥协着 跟马匪团队去分两大家族的那点银子 而这已经算是成功办了黄四郎 但眼前的张麻子听罢后 却说出了一句 让他差点没当场下掉马的话 这也没想到 马子的这一句调侃老汤 吓唬老汤的玩笑话 即将变成一语成谶的预言 老汤这开了光的嘴 瞬间引得一阵密集的埋伏枪声 银瓶炸裂水浆泵式的狂民 曾经躲在山里 站着挣钱的张麻子 这次竟被山里跪着挣钱的假麻子 打了个措手不及 一场围剿与反围剿与反反围剿的 鸟与花香的大战 忽然爆发 十七栋操作猛如虎 电影拆解进度进行到了 5630秒之余7920秒 喜欢这种硬核解读电影的朋友 也请您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 点赞过不了一万 我郭云神奇复个字 原地解散 赞的越多 更的越快 我是郭云神奇 希望我的下期视频还能和你再次相见 如果我再不能见到你 也祝你早安午安 还有晚安